男子因打架过失职人死亡,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,却在狱中因做了一个梦而解开尘封三十年的秘密,让民警都感到震惊。 男子究竟经历过什么?梦中的事情真的可以相信吗? 本期《梦西笔谈》带你解开男子梦中其遇的秘密,正将是福建南安人,在他的记忆里,自己的生活一点都不幸福,童年从来没有过父母的关爱。 自他有记忆起,父母对他就十分冷漠,一年到头在外打工,仿佛没有他这个儿子。 年幼的正将一直被丢给爷爷照顾,可爷爷去世后,父母依旧没有接管他的生活,而是又把他丢到了姑姑家。 寄人篱下的日子,难免受欺负,童年的小孩骂他是没有爹妈的孩子,就连姑姑对他也是冷眼相待,一友不顺,非打即骂。 如果说童年的不幸,会造成叛逆期的逆施倒行,那么,在正将看来,自己后来走上那样的地步,父母家人绝对是罪魁祸首。 得不到家庭关爱的他,一气之下选择了辍学,整天和社会上的一帮狐朋狗友在一起抽烟喝酒打架都好的,不学坏事学进。 16岁的时候,正将就因抢劫被判了两年半,年轻气盛的他,出狱后屡教不改,没多久又因为抢劫被判了三年半。 可是他没想到,这样的行径,当他第二次出狱后,差点将他送进了鬼门关。 2005年9月的一天晚上,正将和朋友正在吃烧烤,突然和临桌的一个男人因为一点小事起到冲突,双方立即大打出手。 年轻人不知轻重,血气上头直接把对方给打进了医院。 虽然救治得及时,可那名男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,这下再也没有回头路,正将和他的朋友被判处了死刑,缓期两年。 此时的正将才23岁,曾经他是监狱的常客,可这一次得知自己,很可能这辈子都出不去了。 他既后悔又不甘心,希望能有重新再来的机会。 为了获得重来的机会,正将在监狱里表现十分良好,服从组织管教,积极工作学习知识,很快就获得了减刑机会,从死刑缓期改成了无期,而第二次缓刑则改成了二十年有期徒刑。 虽然时间很长,但对正将来说,日子也算有了盼头。 二十年后,自己起码能够重新踏入生活,从头再来。 监狱里的民警看着正将的态度也颇为欣慰,可谁也没想到,就在2017年,正将入狱后的第十一个年头,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般。 脾气暴躁,异怒,从活泼开朗,变得沉默寡言,一点小事就能跟人吵架,短短一个月,不知闯了多少祸。 民警感到很困惑,决定找他聊一聊。 可当正将说出原因后,却让民警吓了一跳。 原来导致他性情大变的原因,仅仅只是因为做了一个梦。 正将说梦里是一个大雪天气,他能感到那种寒冷,但背后却有一个温暖的怀抱,抱着他,他不认识那个女人,但他心里知道那一定是他的母亲。 梦境切换了,正将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前面有个比他要大的男人,牵着他去河里摸鱼,回头看去有一个小房子,屋顶上堆着稻草, 墙壁上糊着泥土,家门口还有一片不小的稻田。 那个男人正将依旧觉得很陌生,可当他梦醒来之后,却有种绞心之痛,仿佛是沉浸在血脉里多年的亲情,在这一刻被唤醒。 他不知为何打心底里相信那两个人就是他的父母。 可这一切和他记忆中完全不同,不仅仅是母亲,从来没有抱过他,父亲也不可能牵着他去河边摸鱼。 尤其是正将,从小在福建长大,这地方一年到头看不见一片雪花,他又怎么会梦见血呢? 而且自己在监狱里十一年间,父母都没来看过他一眼,就连判死刑的时候都没有出息。 正将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,而这个梦更是证实了他的猜想。 或许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还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,一个能够给予自己关爱的父母。 不得不说,这个梦既让他心痛,也让他唤起了对生的希望。 民警听完后,有些不可置信,毕竟梦到陌生的场景也是很常见的,但处于这些年,正将的表现良好。 民警也愿意帮他去核实一下真实身份,这一查不要紧,没想到正将的身份的确存在很多疑点。 云靖首先来到正将父母的老家,想要从父母这里了解一下情况,可没想到已经人去楼空。 在邻居的讲述中,正将从来没有办过满月酒,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,好像突然之间就出现在这个家里。 这些线索几乎已经坐视了,正将根本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,很可能是被拐卖的。 于是,民警让正将写一封寻亲求助信,帮忙发到了网上,本以为希望渺茫,可没想到这封求助信收到了很多人的回复。 大家都说,正将的描述和自己丢失的孩子情况很像。 看到这里,民警有一些哽咽,很多失故的家庭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。 突然有一个回复引起了民警的关注,这名女士名叫张明英,是贵州前夕人。 她表示,正将的照片和自己的哥哥十分相似,而三十年前,自己的弟弟也的确走丢。 当时弟弟只有四岁,和父亲去菜市场买东西,被人给趁晚抱走,一家人寻找了他三十年,母亲的泪都快咬油肝,邻居们帮忙一起寻找,可最终都束手无策。 就在看到求助信的前一天,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见人,就问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。 当初有人提供过一些消息,说正将有可能被卖到了福建。 于是张明英成年后,立刻动身前往福建打工,一边寻找着弟弟的下落。 如今,在网上看到消息后,他既惊喜又难过,连忙提供了血液样本去做亲自鉴定。 2017年年底,鉴定结果出来了,证明两人的确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弟。 正将得知这个消息后,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。 要知道,在监狱里的这些年,他的育友们个个都有亲人探望。 每当这个时候,他就躲在房间里不愿出去,魅心里羡慕又委屈。 如今,自己也终于有了家人在警方的安排下,正将见到了自己的姐姐和母亲,双方的面旁都有些陌生。 可骨子里的血缘永远也磨灭不掉,他们抱头同哭,倾诉着这些年的思念。 相认后,母亲第一时间拉着正将给父亲磕头。 原来就在他们和正将相认的三个月前,父亲遗憾去世。 他生前最大的愿望,就是能找到小儿子的下落,如今却已经天人两格,无缘相见。 再过不久就是正将的生日,要知道领养正将的那家人,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日。 因此,这三十多年,正将一次生日都没过过。 而他的第一个生日,虽然是在监狱里,可身边坐着的却是他的血脉之亲。 他留着泪须下此生第一个愿望,希望家人平平安安。 希望母亲健康长寿,等到自己出狱后,再尽孝道。 这天气他不用再羡慕育友们。 有家人探望他的姐姐和母亲,也会经常前来探望他。 正将第一次对于重来,生出如此这般的渴望。 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,十分懊悔。 每个人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 唯一可悲的便是,正将从一开始就没能享受到真正的亲情。 走生这样的歧途和人贩子离不开关系。 希望在他出狱后能够改过自新,好好做人。 也希望天底下所有的父母时刻看护好自己的孩子。 不要给人贩子可乘至极。 感谢观看